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法王菩提心之后 我们继续听说 《入菩萨行人山说》 下面讲的 接受菩萨戒 接受菩萨戒的前行 要修七智供和 修自己的心有两种 修七智供的道理 前面已经讲完了 今天开始讲 为了利益他众而修自己的心 这个也分两个方面 众所布施和 别所布施自己的身体 首先我们讲众所布施 也分两个方面 所布施的食物和 布施的原因 主要布施的合流性 两个方面来接受 第一个 威力有请故 布施经舍舍 圣迹诸俗永善是一切善 他这里已经讲了 我们要发殊胜的菩提心 之前必须要修积累资粮 前面积累资粮 通过七智供来进掌积累资 必须要施 也就是说 施是我们自己 特别执著的三种事物 和自己的身体所用 善事所作的善根 这三者对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说是比较执著的 当然没有信仰的人来讲 可能善事善根不一定有 除了没有信仰的人以外 作为我们一个 想接受菩萨戒的人来讲 是比较执著的 但是我们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一定要舍弃这些 也就是说 为利有请果 我们为什么要舍弃自己 最执著的身体 以及自己在有生之念当中 自己所积累的贩物 金银财宝等等 财物受用 以及未来过去 现在所造的这些善根 一定要布施 那么布施的目标 也就是说 布施的对境是什么呢 为了一切众生 获得真实的利益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布施的方式是什么样呢 应该是以没有吝啬心 没有贪心 没有傲慢心 再加上也不求任何报应 不求来世的果报 而舍弃自己的一切事物 那么我们这里应该清楚 身体和树拥 未来和过去是没有的 因为未来的身体树拥 已经还没有产生 过去的身体和树拥 已经灭尽了 所以我们现在 也没办法布施给众生 然后三十善根 未来过去的都可以的 因为未来的善根 我们现在在心里面也是可以发愿 心里面有一种决心 造如是如是的善根 那么这种善根 我不是给众生 自己心里面 应该有这样的打算 过去的善根 有相当一部分 还没有用完 没有成熟 还有我们以前所造的有些善根 在相续当中 没有果报用尽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未来过去的所有善根 都可以布施给众生 那么这一点 在佛经 《悔经》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说明 我们心和心所忆念过去的善根 而回向有情 然后未来所作的善根 进行作意而回向菩提 有这样的记载 所以我们对未来和 对过去的善根 可以布施给众生 那么这样布施 实际上也是功德相当大的 像《菩萨蒂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诚心诚意 将所有的食物 心里面幻化所有的食物 而布施给一切众生 那么这是表面上 看来很小的一种资粮 但实际上积累 广大无边的一种方便方法 也是智者们布施的一种善具 有这样的记载 因此我们现在 在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现在把所有的身体 全部布施给众生 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真正的布施身体的时间 下面还会讲的 就是到了一地菩萨以后 才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众生 但是现在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心里面可以观想 心里面可以作意 将来我要获得成福之前 我一定要将把自己的身体 所用 善根都要布施给众生 因为我们这三者 非常非常地执著 大家都知道 从小或者从无始以来 对自己的身体和寿命 相当地执著 这一点每一个人 有明显地感受 稍微长大以后 对自己的财产 包括我们在孩童时代的 自己的玩具 长大以后自己所拥有的财物 也是会非常执著的 过后 我们稍微懂得一点趋势 懂得一点势力以后 对积累善根 也是有一定的执著 比如说 我现在念了多少多少经 我修了什么什么法 让自己所积累的善根 有一定的执著 为了断除我们 我和我所持的 一切执著 所以为了利益众生 目的是这样的 一方面断除自相续 当中的我持 一方面为了利益 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一定要放弃这些 执著的根本的三种法 一定要断除众生 如果这样 在我们短暂的时间当中 也积累广大的资粮 因此我们平时 要接受菩萨戒的时候 一定要心里面这样观想 尽量地把自己的身体 所拥善根布施众生 尤其是以前的有些 像堪波耕花 有些诸授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这个偈颂 平时我们遇到病魔 或者遇到一些违缘 在那个时候念诵 用这个偈颂来 调伏自己相续的话 那么功德是相当大的 加持是相当大的 所以应该经常用忆念 经常念诵这个偈颂 所以以前我们 华智仁波切传承的一些上师们 他们平时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以 以牙还牙的方式来马上对治 没有这样的 应该是以按照甘荡牌的一些 高僧大德们的做法 把自己的身体所用 全部布施给他 那么怎么样布施给他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生病了 或者自己觉得 真的有一些病魔在干扰我 或者说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 别人对我制造违缘 或者非人 对我制造违缘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你就不要认为 我必须要依靠密宗的 什么什么降伏的咒语来 马上要摧毁魔宗 这样的动机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密宗当中所想的 所谓的降伏法 应该是远离诚心 远离贪心的心态下 才能可以使用的 如果你为了保护自己 以自私自利的心 为了保护自我 而以嗔恨心来降伏他众 那这是过失相当大的 因此我们修断法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 无始以来的 对我和我所知 有相当可怕的一些耽著 所以我们一定要 舍弃自己的执著 如果我们舍弃自己的执著 而修持任何一个法 这就变成了断法 也就是说 我们在大乘修学的过程当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种修行 因此我们有时候 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你第一个看看这个违缘 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如果为了保护自己 可能是要想一想你 到底修什么样的法 昨天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一直敲门 最后他闯进来了 闯进来了以后 他非要叫我念一个心经的传承 还有他马上要修一个慧者法 我说 你修慧者法 目的是什么 他说 我回去的路上 可能比较方便一点 我就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我要修心经慧者法 然后我说 慧者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认为就是 相佛 相莫 当然 依靠《般若经》 相莫也是一方面 如果我们没有 自私自利的心 真正是超度他众的一种心态来修 这个心经慧者也好 密宗当中的相佛主义 这些都是允许的 这是《大自大悲佛陀》 在佛经当中是有明显记载的 我们任何人 也是没有理由 毁谤大乘的一些 尤其是密宗当中 或者《大乘般若经》的这些慧者法门 这个没有任何必要 可是我们首先 要看自己的动机 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为了维护自己 应该要想 首先我们最根本的 像独咬一般的 自私自利的我 应该要排除 把它放弃 然后我们经常修短法的时候 也这样讲的吧 我的身体给你们 魔众 非人怎么样 你们怎么样享用 怎么样造违缘 都是无所谓的 所以这种修法的确是在 实际行为当中非常殊胜的 我们以后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一些自己认为好像感觉不太好 有可能人和非人 正在制造违缘 在那个时候 应该把这个偈颂念一遍 然后就想 你造违缘就造违缘吧 不管怎么样 无所谓的 反正我的身体 都博弑给所有的众生 就无所谓的 平时我们真的有时候 不管是你出门的时候 也或者在家里的时候 你的身体上的感觉 心理上的感觉 或者在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当中 经常出现一些违缘 当你出现这些违缘的时候 一定要以接受转为道用 违缘转为道用的 噶当派的俗称教法 这一点 我们全知蒙蓬师 法王如意宝 他们的传统 也就是说上师经常有些感觉上 好像不太顺利 会出现违缘的时候 就是念一些断法的偈颂 修一些般若法门 将自己的身体所用 全部布施给众生 让众生顺便接受 这样以后 你的这种违缘就马上燕消云散了 马上已经效益发解了 所以这是我们在以后 修行大乘佛法 应该自己的行为是有所改变的 心理也应该有所可靠 有所依靠 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非常顺利 一帆风顺 没有一点挫折 弯曲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是弯弯曲曲的路 以前也是可能经过过 很多人 有些人认为 前一段时间 我们有些同学在那里就集中了 二十年当中是没有见到 最后每一个人 阐述自己的一些 在二十年过程当中的经历 最后没有一个人比较顺利 每一个人都觉得 我的生活如何如何 遇到了如何措斥 困难 后来我也说了 生活就是这样的 你以前的二十年 也是弯弯曲曲的路 以后也有弯弯曲曲的路 这是肯定会这样的 佛陀告诉我们 轮回的痛苦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想学习佛法 如果佛法当中有些 大乘法门的修行法 借用的话 虽然路是弯曲的 但是你自己感觉还是很值的 不会有很大的痛苦和困难 有时候的确 我们也应该想一想 我们学到的这些大乘佛法 真的当你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看怎么样对待 这一点不仅是他们在家人 我觉得有些 包括出家人也应该 每一个人有打算比较重要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唆词 下面第二个 为什么要我们 舍弃这三者的原因 就是他的合理性 舍尽则图苦 无形成涅槃 事实继续舍 何若胜尽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要舍弃一切 就是善根 财产 身体 为什么这样呢 这是非常合理的 怎么合理呢 因为我们人活着的时候 把这些 凡是我所执著的这些东西 全部舍弃 全部舍弃的话 我心里很舒服了 没有了 比如说我执著的财产 身体 这些都是全部 我已经早就给给众生了 这样以后遇到一些违缘 遇到一些痛苦的话 我就不会伤心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东西 早就已经给给众生了 比如说我屋子里面所有的财产 我以前都是想给给一切众生 结果你没有注意 来一些小徒 把里面的东西偷了 以后也不会伤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早就已经给给所有的众生 这次我没有亲自 主动地去送别人的家里 他自己过来 他自己的东西自己拿走了 那我有什么伤心的呢 我听说有些法师 电脑被别人小头吐了 心里特别地伤心 一直晚上做梦的时候 也是电脑回来了 有这样的 但实际上真的 如果你放弃了以后 脱离了这种痛苦 身体也好 不管是你的受用 全部这样放弃了 而且我们的心 依靠这样的布施 依靠这样的舍弃以后 才能可以获得涅槃的 为什么 因为所谓凡夫人的心 对外境特别地执着 对内在的事物 也是相当地执着 那么这个执着 一直不能取掉 如果我们通过大乘的对治方法 来进行修炼 最后对外面的万物也不执着 里面的一切事物 也没有执着 逐渐逐渐 心的本体 已经开始自然显露 也就是说 心的自然光明的本性 自然而然显现 这就是所谓的涅槃 所以我们要放弃 一方面自己脱离痛苦 有这个必要 再加上获得涅槃 这是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方面 死是继续是 我们在死的时候 每一个人总有一天无常 肯定会到来的 无常的魔一定会出现的 当它出现 而将自己不得不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将自己所有的身体 所有的受用 包括有些大德所讲的善根 所谓的善根 当然你回向 或者以菩提心摄持的善根 将来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也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回向的这些善根 就像八家树一样 用完了以后就灭了 死了以后 活在一食粮食当中 善根也是一定没有了 这样以后 当你无常到来的时候 所有一切的一切 全部都已经没有了 那不如现在 我们放弃就多好啊 为什么呢 有些食物啊 身体啊 这些的话呢 我现在如果布施给众生 一方面就去掉我的我知 然后将来成为 圆满正等觉佛陀的因 然后对众生也获得了 不可思议的利益 这样一来 我为什么不舍戒 一定要值得舍戒 因此在龙猛菩萨 也是这样说的 菩萨就是舍一切 如果舍一切的话 这个功德就像 等空虚空戒一样的 就是无尽无边的 因此我们发了菩提心 当然我们本论的持续来讲 我们还没有真实地受菩萨戒 因为受菩萨戒过两天 才开始真实地受持 但是我们在座的人来讲 应该早就已经受过菩萨戒 那么我们已经受了菩萨戒的人 对自己的身体 对自己的受用善根 不应该特别地去执著 如果特别地去执著 那这并不是大乘的修行人 佛陀在《文殊刹土庄严经》当中 也是已经讲了 佛陀告诉舍利者 所谓的菩萨就是大施主 那么大施主舍弃一切 自己拥有的一切 但是他的心里 根本不生起恐怖畏惧之心 并且生起极其欢喜和满足之心 作为大乘菩萨的确也是可能 我们看到《世尊广传》等等 一些论典以后就会知道的 菩萨把自己所有所拥有的 全部布施给众生 布施给众生以后 自己心里不但是没有恐怖 没有吝啬心 而且有极大的欢喜心 因此我们对佛陀因地的 法方布施的心 应该有一个非常坚固的信心 这一点很重要的 但有些人可能对佛教的基础 不太稳 所以对这个也产生怀疑 对那个也产生怀疑 我听到有两位居士的父母 他的父亲经常产生怀疑 他看到《世尊广传》以后 他就觉得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 自己的身体都已经布施给众生了 后来也恢复了 到底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然后他的妻子告诉他 你不要多想啊 你不要多想 肯定会有的 你看《观世尼菩萨传》里面 有那么精彩的故事 哦 对对对 他们也经常这样佛法方教 可是的确我们现在 学习《入菩萨心论》 学习一些大乘的教言 包括菩提道次第论 这样以后 在外面很多的一些修行人 平时接触的时候 他们也是共同的语言 经常讲一些修行方面 这一点是个好事 以前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 经常他们所说的话 全部是吃喝玩乐的 没有意义的一些话 话都比较多一点 最近这方面稍微有点改变 尤其是作为修行人 以前皈依过佛门的有些人 稍微有些行为上 有些改变 我们希望以后真的 不管是我们学院里面在座的人 也好外面的人 应该从根本上 从大的意义上获得转变 这是我们究竟的一个目标 否则世间当中的一切琐事 实际上没完没了的 你什么时候到了净土 这就是死亡 除了这个以外 始终没有一个完成的时候 因此没有实在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讲了 前面为什么要设计善者的原因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 也心里面应该这样发愿 我要受持菩萨戒的话 那么讲自己 凡是自己所执著的这些 就不太好 因为到了佛果的时候 没有一个自己的事了 佛果菩萨所有的事情 没有自己的空间 就像我们现在这里 有些发心人 真的每天都是 好像所作所为 都是没有为自己的事情 除了吃饭 睡觉 因为为了身体 这个不对不错 除此以外 整天都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就是为了众生 一直忙着 我觉得真的佛陀因地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为了自私自利的心 而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也并不是意义很大的 所以大家应该 逐渐逐渐地培养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有了 这样利他的一颗心 将来你不管到什么样的环境 都是会闪闪发光的 就像一个如意宝一样 在那个地方 会得到很大的利益 一定会弘扬佛法 起到这个作用 平时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我始终觉得 培养自己利他的心 这一点相当重要 不管是老年人 年轻人 只要把心经常这样修炼 这样磨炼的话 心毕竟是个有违法 所以逐渐逐渐 他的方向又会改变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下面讲的是 别所布施身体分两个方面 愿自己的身体而布施 还有回向成为利他之因 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问题 也是从两个方面来讲的 一个是无条件的 也不是 还有发愿成为利他之因 第一个 无疾将此生 随意是有情 一人必欢喜 恒强大骂杀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将自己的身体 随便已经布施给所有的有情 你们这些众生 认你们的心 随便 只要你们欢喜 恒常殴打 或者乱骂 或者杀害等等 就是你们的事情 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管了 当然这一点 可能有些小乘根机的人 或者说一些世间人 从来不学佛法的人来讲 可能有点难以接受 为什么我们大乘佛法 非常的深 愿意就在这里 因为大乘菩萨的很多行为 一般世间的人们很难以接受 所以说我们平时 不是真正堪为法器的人面前 所谓大乘菩萨的见解方面的空性 行为方面的舍弃自我的一些 六度外星 不能顺便讲 原因就在这里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已经发了心 将自己的身体 全部已经布施给众生了 那么布施给众生 当然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真实的布施 第一的菩萨开始布施 但现在就像龙猛菩萨在 《寂天菩萨》在《学集论》当中 也是已经讲了 未来的成佛 现在也是我们经常要修炼 自己的身体不是给众生 所以平时我们 不管是你在走路也好 吃饭也好 平时在四季行动当中 自己心里面经常要想 我把自己的身体 应该给众生了 我把自己的手用 应该给众生了 首先你亲自把自己的身体 多数还不能给 但是心里面 一直这样想的话 逐渐逐渐 对自己身体的执著 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在诸佛菩萨面前发愿 我从此以后 变成了众生的路婆 我从此以后变成众生的 不是我自己的 已经发了这个愿 如果我发了这个愿 只要众生获得高兴 那不管怎么样 我都无所谓的 只要众生欢喜 我都可以的 所以我在修行过程当中 有些众生顺顺便便 开始骂骂我 以前上师如意宝 讲《入行论》的时候 讲一个开玩笑 当时他们有几个老乡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今天听说什么什么人 口才非常好 你顺便说我们的过失等等 我们根本不生气 顺便今天玩一玩 大家玩得很开心等等 然后那个人刚才说 口才比较好的人站起来说 他说 我不跟你说 你天天偷东西的人 我不愿意跟你说 我给其他人说话 后来那个人说 我偷了什么东西啊 马上生气了 然后那个口才好的人说 你看我刚才说过失 你能不能忍受 当然你没有偷东西 我顺便这样说的 你能不能忍受 所以法王当时说 我们有些人 包括开玩笑 恐怕有些忍不了的 不要说真正自己的身体 已经不是给众生了 有这种情况 有些人说 只要让众生获得高兴 那么你们怎么样 害我 打我 杀我 怎么样都可以 所以我们有时候菩萨的行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 虽然我们现在 可能有些人正在讲的时候 哎 我要好好地做一下 以后不管是 跟任何金刚道友也好 其他的众生 对我如何如何的时候 我不应该对他进行一样还一样 不应该这样的 自己从理论上懂得的时候 心里会有这样的 暂时的一种发心 但是真正当你遇到 遇到这些外境的时候 就忍不了了 马上生起嗔恶心 所以我想我们大乘修行人 有时候修行得真正的难处 在实际行动当中 并不是口头上说 口头上说的话 谁都会说的 但真正实际行动 当你遇到一些怨恨的敌人 当你遇到一些 真正的违缘的时候 看自己所学过的知识 能不能用得上 这一点对每一个人来讲 也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这样的教言 不仅是我们佛教当中 而且在其他的一些宗教当中 也是有的 以前大概是在九亿年的时候吧 藏地一位非常出名的日门工人 观世音菩萨化身的一位大德 在美国耶路大学 在那里在一个演讲的时候 他就引用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说是 别人打我昨年的时候 我把优连也给他打 应该有这样的一句话 引用 当我们作为大乘佛教 口口声声说是大乘佛教 但实际上真的 别人无缘无故当中 用拳头来缠着你的左眼的时候 你看 你这边打得还可以的 来 开始用这边打 能不能这样的 所以这方面 一方面可能是比较可笑的事情 你们都觉得 但实际上我们真的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别人不要说是大乘佛教 说一点你的过失的时候 开始说不了了 马上就开始进行 对他报仇 这样我们作为一个 真正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想什么样 因此在修行过程当中互相 就是金刚道友与金刚道友之间 居士与居士之间 然后一些非佛教徒和佛教徒之间 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候 看看我们真正的内心当中 自己是不是 已经发了菩提心的人 而这一点始终都是要观察 我想我们学习 《入菩萨行论》以后 很多人的行为有改变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应该说有些人以前 脾气特别的爆炒 非常不好 但是后来 通过这样的学习以后 真的他的信心 性格 都完全变了 这一点应该是有的 因为佛法的加持 是不可思议的 有些现在外面的一些居士 听了一些佛法以后 跟以前的行为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不相同的 我想说一句 但不说了 太明显了 意思就是说 刚才对自己的身体受用不能执着 尤其是身体 已经给给众生了 如果我们执着身体 有非常大的过失 《学记论》当中 应用了《三摩帝王经》的一些教理 意思就是说 我们对富难的身体 动摇的生命都应该 观众如幻如梦来对待 可是愚痴的众生 始终是贪着自己的身体 而造了无量的罪业 所以以这句话进行描述了 对担知身体的种种过患 因此我们要知道 担知自己的身体 我们平时也是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摩擦 实际上就是 担知自己的原因而引起的 如果我对自己一点都不担注的话 恐怕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摩擦 不会出现的 因此这方面 大家应该值得注意 下面第二个偈颂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发了这样的菩提心的人 纵然自己的身体 已经布施给众生了 那么布施给众生以后 人们对我的身体怎么样 欺弱 或者侵辱 疾风 瓦虎 诽谤等等 怎么样做都无所谓的 我把自己的身体 已经布施给你们了 那么我现在有何必要去执着他 有何必要去哀歇他呢 不应该执着他了 所以在座的人当然是 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发了 过一段时间 也可能再重新地受持仪轨 受持仪轨的时候 大家都会承诺 以前诸佛菩萨是怎么样发菩提心 我也是这样发菩提心 诸佛菩萨是怎么样发菩提心呢 当然舍弃自己所有的财产 受用 善根 而全心全意为了利益 总是这样的法 那么我们也能不能这样发 如果没有这样 光口头上一些诸佛怎么样发 我也这样发的话 实际上欺骗了 所有的众生和诸佛菩萨 如果我们不是口是心扉 真正在内心当中这样发 那么我们身体 已经布施给众生了 只要众生生起欢喜心 那么众生怎么样 就是欺漏我的身体 有些人故意把我的身体抬来抬去 或者是弄来弄去 怎么样都无所谓 或者有些人毁谤你 你身体如何如何 或者我们有些人身体比较胖 别人故意说是 你身体特别苗条 苗音天女都好像不好意思了 特别羡慕你的身体 有些人没有牙齿的时候 哎 你的牙齿特别积了 你看那么好看啊 天上的月亮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他坐在西山 悄悄地偷开你的牙齿 等等这种方式来开始说别人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我真的没有牙齿 我就特别不高兴 你看你有牙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能有点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发菩提心的人来讲 不管是有理由 没有理由 别人怎么样说我的话 我就随着他 随着他 因为我早已已经 舍弃了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们《大乘菩萨戒》当中讲了很多很多 利他超越的行为 已经超越了《别解脱经》当中的 《撒门事法》 《撒门事法》当中也是说了 别人打我的时候我不还打 别人骂我的时候我不还口 然后别人害我 或者生气的时候我不生气 别人说我的过失的时候 我就不说他众的过失 所谓的《撒门事法》也是凡是 释迦牟尼佛的后学者 最顺者都要严格执行的 那何况说 我们已经发了大乘菩提心 有时候真的不要说 密宗的一些瑜伽士 证悟者 大成就者 这些都是根本说不上 你看我们的大乘菩提心 怎么样受的 然后这个发心给我们的行为 是什么样的 尤其是现在大城市里面 有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必须要妥善处理 一定要以《入菩萨行论》的精神来衡量 有些时候好像特别 非常小的一些问题 就开始进行争论 进行执著 这也是不好的事情 因此一定要我们舍弃这种念头 那么所有的这些 包括对自己的身体也好 对受用也好 矛盾 痛苦地产生的来源 就是执著 所以我们修行大乘法门的时候 一定要断除 自相续当中的一些执著 你对哪一个事物 比较贪执的话 一定要放弃这个 以前萨拉哈巴 龙摩菩萨的上师萨拉哈巴 他也是说了 对芝麻虚的执著 带来无量的痛 五个光尊者和华智仁波切都讲了 执著越大 痛苦越多 包括龙摩菩萨 他在修学的时候 也有这个公案吧 他当时修一个空性本尊 空性本尊的时候 修了很多年以后 始终没有什么演想 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他当时 他自己有一个正常的 非常净灭的一种管子 然后他有时间的时候 经常擦拭 经常欣赏 觉得这是特别的好 后来有一次不小心 这个管子已经打烂了 打烂了第二天 就见到了本尊 当时龙摩菩萨说 我修了那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今天才能见得到 为什么这样呢 当时本尊说 你对任何一个法执著 对你的照见本尊 有一定的障碍 正因为你以前 对你的这种管子 特别地去执著 所以我没有这个钱 虽然我从一刹那 也是没有离开过你 但是你当时的执著 没有照见我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像龙摩菩萨 佛陀亲自收集的这样的大菩萨 他也是对有些事物 执著的原因 以前我在《日记》里面写 华智仁波切的母案 后来蒋亲自文波 也是批评的公案也讲过 所以有时候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你对什么样的事物 太执著的话 那真正的一些照见本尊 生起子弟和圆满子弟的 证悟的境界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大多数的修行人来讲 对自己的修行 利他的一些心 应该是比较执著的 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的执著很强 那么这个《现观众论》当中 也是有说明的 这个不会障碍任何修行 应该是 虽然它是一个执著 但是成佛之前这个是不能涉及的 是所有的执著当中 我们利他的执著 对佛呼菩萨信心的执著 是最好的 但所有的执著当中 嗔恨心的执著 贪心的执著 那这些是最低劣的 最最不好的 有时候到了城市里面以后 都感觉是很明显的 现在世间上大多数的在家人 对钱财的执著 财务的执著也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更严重的 对感情的执著 特别地可怕 因为现在世间上的人 自杀率越来越高 自杀的人越来越多 大多数全部以感情而自杀 所以说 有时候在家人看 他对自己的家属也好 或者对自己的异性的执著 不管是在别人的说话当中也好 生活当中也好 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非常痛苦的 虽然有些穷人 有些人对自己的身体 对自己的一些钱财 有时有执著 但是有时候这些执著当中 应该说是 最严重 最可怕的就是 我觉得是感情的执著 因此作为一个 学习佛法的人来讲 应该多方面来对治自己的贪执 应该把这些没有意义的执著 最好放下来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恐怕对自己的修行 有一定的障碍 因为我们修行 一个人的心里面 不可能放很多很多的东西 如果你对其他的感情 爱情 婚姻等等特别执著 那你的时间 大多数都是花在这方面 不可能有这个修行 所以外面的有些居士 有些特别复杂 他的一些行为也好 各方面非常的复杂 然后表面上看来 他就学一点佛法 实际上全是假的 他只不过是听一堂课而已 除了这个时间以外 全部是给别人打电话 这样那样乱七八糟 凡是很多人的这种经历 听起来都是非常可恶的 不是很好的 因此作为一个学习的人 应该要朝证自己的心态和行为 这一点很重要 我经常都是这样讲 我们在座的一些出家人 在这方面确实是看破现在世间上 特别执著的这一个东西 能看破 能放弃 而自己把这些所有的事情 全部放下来 然后趋入佛教而出家 这种行为是非常伟大的 非常了不起的 应该大家不管是在其他方面 你修行也好 你的精进也好 不是特别的擅长业 实际上有些看破世间 在末法时代来讲 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行为 因此总的来讲 我们对身体应该要放弃执著 没有放弃执著 那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就 因此平时以后 在这生活当中 真的大家能不能这样修啊 别人说一点你的过失 别人毁谤你 或者是别人对你的身体 真正用刀子来看你的身体 或者是用棍棒来打你的话 你可能一点都是不动手 可能除了一些真正发菩提心的 名副其实的菩萨以外 有点困难 但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 比如说我旁边的房子 就是在这里挖一个水壳 我特别地生气 我旁边过路的时候 一个人什么什么 反正有些发了菩提心的人 非常小的问题 并不是对我的身体也没有害处 对我的修行也没有什么害处 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问题 执著得特别大 而且为了这个事情 打架 吵架 这样有时候看起来 提起来 真的非常的可笑 有时候有这种情况 在哪里都有 表面上看来 我已经皈依了多少年了 我已经学佛如何 我在什么上师面前 已经说过菩萨戒啊 不要说菩萨戒 我已经得过大圆满最高的灌顶了 好像大圆满的灌顶越来越高 你的嗔恨心越来越大一样 不是佛法的精神 并不是我们大乘佛法和弥法当中 没有对治法 但是我们人的根基太低劣了 所以你人的根基 如果跟不上 你灌顶的法门再高 或者你所修的法门再生 也是实际上对不上好的 应该自己要根据自己的根基 然后修持一些利他的法门 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 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能不能自己所学过的 真正的佛法用在心上 这一点我觉得是至关重要 那么后来他这里 一切无害业 临身尽数 意思就是说 只要是不成为他人暂时 究竟有害的事情 我的身体已经顺便布施给你们了 那么你们怎么样做 怎么样享用 都是无所谓的了 如果对众生有害 我的身体也是不愿意提供你们 也就是说 虽然我的身体已经布施给你 但是你要求 让我的身体来害众生 杀害众生 或者做一些坏事 那我的身体就不一定布施给你们 我还是自己观察 所以本来我的身体也是比较执着的 在这个时候应该这样想 《学集论》当中也有这样的疑问 因为我们这里 一直注重地强调 要布施身体 而《学集论》里面 包括我们的《中观四百论》当中 也已经强调 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一方面说 保护自己的身体 一方面说 舍弃自己的上帝 那难道这两个是不会矛盾吗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那么我们回答 这个不会有矛盾的 为什么呢 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益 我自己没有贪执 对众生有利的情况下 我把身体 欣然布施给一切众生 如果对众生也是没有利益 让自己对修法方面 暂时用一个像工具一般 用得上的话 那么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身体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吃药 经常保养自己身体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众生 为了众生我修行佛法 是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一个就是 离他的角度来讲 布施给众生 一个就是说 自己虽然保护他 但是目的就是为了修行佛法 应该用两个侧面来进行解释 不会有矛盾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的身体 如果对其他的众生有害 我就不愿意提供 当然我们不害众生 在一生当中来讲 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有些人也经常说 我现在为了养家户口 没有办法不得不造业 一定要造业 我什么开的酒店 或者造的什么什么萨业 那这些现在马上要改行 也是特别的困难 但作为我们一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 其实生活不管在哪里 都不会饿舍的 杀害众生和害众生的 这种事业都非常不好的 没有任何其他的退路 我们到时候 真正感受业果的时候 正因为你要生活 所以给你开学 我给你开灵灯 没有这种说法 因此每一个人来讲 看看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的 光明还是黑暗 就像我们《亲友说》里面 讲了四种人一样 如果你觉得现在虽然有钱 过得也是四倍快乐 你有地位 钱财 每天都是过得非常好的生活 可是你的来世变成怎么样 你即生当中的这些钱财 全部是通过欺骗 通过杀害众生 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接受 那么将来变成什么样 应该自己对自己要询问 因为我们的来世 比今世还非常的漫长 只要你相信这一点 所以对未来是不得不打算的 所以就像以前 甘当派的阿底下尊才 布多瓦 宗东巴 他们一生当中 也没有害过任何众生 他一生当中从来也是没有生起过 一刹那害众生的念头 甚至为了利益自己而获得 成佛的念头也没有产生过 这是相成佛 相成佛的目的就是为了众生 所以在布多瓦尊者的 自传和自我教言当中 也是讲了非常殊胜的 一些甚深的教言 应该我们通过这种殊胜的教言 尽量断除我执 尽量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这一点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行为 今天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